台湾男双未来出现了 在2023年泰国大赛赛中 或许大家的目光都在林俊逸身上 但是忽略了同样打进决赛的叶红卫苏健恒组合 他们在半学赛中一度击爆了去年的全一赛冠军 费里克·毛拉拉组合 打出非常粗事的表现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叶苏组合是如何抱人这位全一赛冠军的吧 从强往的记忆来看老将苏健恒还是非常不错的 叶红卫的强往速度也是非常快 台湾男双卓给我的感觉就是网金球特别强的凶 又是苏健恒的网金球放的是真好啊 这个打法真正性就很明显的 直接给费里克发后掌球让你去杀球 因为他的进攻能力并不出色 你看让费里克去往前进攻 他的变化太多了 叶红卫的进攻还是更加出色 毕竟他的身高摆在这里 老家的经养还是丰富 毛浪浪的网金控球还是质量差了一点了 发球都直接得手 连续两个发球就可以看出老将的经验多么的丰富啊 又是苏健恒非常准确的退后场 叶红卫在第一局其实打的还是比较差的 连续丢富后比分直接比追平 飞毛腿这种连贯的进攻真的是厉害 这一排叶红卫注意杀出来了 他的优势还是那种后场的刷球 这防守真漂亮 叶红卫 苏健和往前防守非常到位 而叶红卫后场的进攻依然展示了水平 连续四下跳杀 叶红卫这个杀球太暴力了 就是这样打才能打出气势来 最后台湾组合也是拿下第一局 虽然前面打的不怎么好 但是关键时刻的叶红卫还是非常给力的 当然飞毛腿组合是全英赛冠军第二局 也是轻松拿下 我们再来看看决胜局一出组合是如何取胜的 苏健的往前就依然强得非常凶 再来一个 连续沙中路回的不到位 叶红卫的后场刷球 规矩真的非常大 还是速度上压制 通过台北这队南上组合 又是苏健衡这种 往前的抓球能力太漂亮了 台湾蓝双往前出色的选手太多了 比如说杨博涵 就是一个快速下完口 叶红卫看到老大哥往前这么好 我也要来棋派回应一下 决胜局一开局打好 已经赢了一半了 叶红卫这球是怎么挡过来的 太神奇了 不过台湾蓝双战术真的很明确 就是给菲里克去杀球 飞猫腿的进关裙击做的真的非常好 叶红组合真的不能乱点后场的 这样放我的打法就对了 又是苏健衡 非常完全的放手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顽强 但是还是没有防住 双方再次追平了 还是苏健衡这个往前球 抓得太漂亮了 这球叶红卫终于爆发了 这剧情跟第一剧太像了 中间低迷 关键时刻爆发 看看叶红卫这个后场控的关键时刻 真的厉害呀 难道这个人天生就是打心脏吗 真的是怎么说呢 不是说一般的状态 今天他们是超兴奋 还是叶红卫啊 后场横跳的一个皮球得受 关键时刻发球失误 台湾组合达到了赛点 主动球 快快慢慢拿下 最后时刻 叶红卫连续霸击的跳杀 成功拿下比赛 战胜全赛冠军 听见决赛 能够战胜全赛冠军 对这的组合来说 知情性提升非常大 尤其是叶红卫关键时刻的进攻 真的是非常靠谱 老将苏季昂的网坚技术 也非常好的带动技能 也许这的组合 未来没有什么太多的成绩 但是我相信叶红卫会成为 台湾难算的未来